临时洞这孩子真是太棒了 中国乒乓的辉煌看来又要有新的领军人物了 2024年11月10日傍晚 远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地方 赚来了国拼令人振奋的捷报 WTT法兰克福冠军赛 男子单打比赛中战况激烈 而备受瞩目的国拼选手王楚清却早早出局 让比赛充满了变数 女子单打方面 国拼同样表现卓越 王曼玉和王毅迪在赛场上一路拼搏 展现出了高超的技艺 最终王曼玉成功夺冠 王毅迪获得亚军 国拼在WTT法兰克福冠军赛上 又包揽了男女单打冠军 厉害是真厉害 但这王楚清咋回事啊 老掉链子早早就出局了 害得一个瑞典选手破天荒地进了决赛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颁奖的时候 王毅迪先上去领奖 虽然输给了王曼玉得了亚军 但大家伙儿对他评价还挺高 毕竟赢了张本美和嘛 就是领奖的时候 他头上那撮乍毛的头发 真是让人忍俊不禁 感觉有点像莎莎那大大咧咧的进尔 台上的他不知何故 头发不自觉地翘起 显得有些蓬松 走着走着 大敌似乎也意识到了情况的不对 急忙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头 站在领奖台上 他的头发依旧翘起 然而当他握住奖杯的瞬间 笑容不禁在脸上绽放 或许他心中既洋溢着 对整个国家队的自豪 也可能是在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 感到喜悦 在当时的解说中 解说员对他实力地认可 一于言表 他获奖时致名归 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紧接着登场的冠军曼玉 他的表情中透露出 更多的是一份庄重 王曼玉一直以来承受着较大的压力 近期 该运动员再次遭遇退赛风波 导致不少球迷对其产生误解 但事实上 他当时因家中事物紧急 不得不这样做 这次夺冠的到来 无疑是对其实力的最佳印证 即使历经长时间的训练 即便缺乏主管教练的指导 他对比赛的态度始终保持着极高的专注和认真 在比赛的全过程中 我们可以明显观察到王曼玉的胳膊上贴着厚厚的肌贴 这表明他可能受到了一些伤害 通过仔细观察他与大敌的决赛过程 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两人的较量极为精彩 实力上可谓旗鼓相当 在第五轮的比赛中 紧张刺激 惊心动魄 原本王曼玉的比分处于劣势 夺冠的可能性似乎更大属于大敌 尽管处于相对落后的境况 他依然成功扭转了局面 最终赢得了比赛 尽管在女拼队伍中的激愤排名并非领先 但他无一具备强大的实力 和他同样肩负压力 夺得男当冠军的林诗栋在领奖台上 同样显得十分庄重严肃 旁边对手卡尔伯格脸上露出喜悦 毕竟他也战胜了曾经的奥运会冠军 首先讨论王亦迪的表现 作为女单亚军 王亦迪在比赛中战胜场上 实力强大的张本美和 大家的赞誉 尽管在决赛中不敌王曼玉 但他的表现无疑让球迷们感到振奋 在颁奖仪式上 他却意外地展现了幽默感 在领奖时他的头发乍毛的画面 让人不禁想起了大大咧咧的孙颖纱 这样的瞬间不仅让人忍俊不禁 也让我们感受到运动员 在竞争激烈的乒乓球竞争中 依然保持着幽默和活泼的一面 这不仅是对线奖牌的仪式 更是让球迷看到运动员生活中 不为人知的一面 增加了与他们的亲切感 在赛事落幕之际 记者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拿下冠军后你的心情是如何 王曼玉并未将注意力放在个人情绪上 转而谈论了他的对手王亦迪的实力 在他看来 结果只要冠军归属于中国 至于具体是谁获得并不重要 而且大敌的表现实际上也很出色 这一点与众多网友的评价不谋而合 在网友们的眼中 王亦迪战胜日本选手 本身就象征着胜利 若非他的那场胜利 后续队友夺得冠军的过程 或许不会如此顺遂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 王曼玉面带微笑的次数不多 他的态度显得格外谦逊 当被问及庆祝方式时 他再次显得有些迟疑 由于他赛前并未充分考虑到这一点 因为他对自己能否获胜并没有很大信心 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比赛本身上 这场比赛让众多运动员再次展现了他们的风采与实力 然而 对于王楚清而言 这场比赛却让他再次承受了打击 并面临了不少质疑 在比赛过程中 王亦迪的表现可圈可点 他成功战胜了实力强劲的张本美和 在与张本美和的对决中 王亦迪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技术优势 每一拍都展现出了扎实的基本功和顽强的斗志 为自己赢得了荣誉 也为国拼增添了光彩 女单颁奖仪式上 王亦迪虽然是亚军 但她的表现赢得了广泛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 王亦迪在颁奖时 头发炸毛的形象十分逗趣 这一画面通过镜头被广大球迷看到 也让球迷们感受到了运动员们赛场之外可爱的一面 这看似轻松的画面 背后是运动员们在赛场上艰苦拼搏后的自然呈现 也让整个颁奖仪式有了一丝别样的温馨 男单颁奖仪式上也有有趣的小插曲 侯英超对临时洞的调侃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侯英超提到临时洞 在颁奖仪式上 不太愿意回答主持人的问题 这一细节展现出了年轻选手临时洞 在这种大赛场合下的青涩和紧张 这种赛场外的小插曲 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大赛氛围对运动员的影响 无论是酒精沙场的老江还是初出茅庐的小江 在这样的国际大赛中都有着不同的心理状态 对于运动员而言 时常保持谦逊和感恩的态度 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像林诗洞这样清楚表达 对支持者感激之情的运动员 在当今竞技场景中显得尤为珍贵 他不仅在比赛中展现了卓越的技术水准 更在心理素质与情商方面做出了示范 在各项赛事中 压力往往是运动员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学会管理自己的心理状态 安然面对外界的喧嚣与挑战 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门 从另一侧看 南丹的颁奖仪式同样精彩 林诗洞在赛后接受采访时的回答 让人忍俊不惊 面对安东有一点追上来的趋势这样的提问 他却选择了婉转 其情商和处理采访的能力让人印象深刻 当他被问到自己的状态时 林诗洞显得谦虚而从容 他没有一味夸耀自己的胜利 而是把焦点转移到对手身上 称赞安东卡尔伯格的进步 展示了他善于分析对手理解比赛的能力 而在谈到自己的失误和心理状况时 林诗洞表现出了一种成熟的心态 他不仅谈到过往的比赛经验 如何帮助他在本次比赛中做出调整 更强调了教练与协会的支持 这不仅体现了他的谦逊 更是展现了一位运动员对于团队力量的重视 林诗洞清晰地意识到 竞技体育的成功并非单靠个人硬实力 而是需要团队的支持与合作 林诗洞在赛场内接受采访时 分享了自己在决赛中的经历 在比赛中 他一度大比分三 零领先 这对于任何选手来说 都是一个极为有利的局面 比赛的变数总是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 林诗洞需要迅速调整自己的心态 他谈到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心理变化 从领先时的自信 到面临对手反击时的应对 他也提到了对决赛对手 安东·卡尔伯格的评价 林诗洞表示 安东·卡尔伯格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选手 在比赛中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每一局比赛都像是一场激烈的战斗 双方都在不断寻找对方的弱点 试图突破防线 林诗洞在面对安东·卡尔伯格的各种进攻时 不断调整自己的战术 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和出色的应变能力 赛后采访中 林诗洞对自己在比赛中丢掉第四局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他坦诚地表示 自己在这一局心理包袱有些重 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想要保住优势的想法 让他在这一局的发挥受到了影响 这也是年轻选手在大赛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面对关键比分和关键局时 如何平衡心态成为了决定比赛胜负的重要因素 林诗洞的这种自我剖析 让我们看到了他作为年轻选手的成长潜力 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并且敢于面对 这是他在今后比赛中不断提升的重要一步 林诗洞还表达了对协会领导和教练的感谢之情 在他的成长道路上 这些支持是不可或缺的 协会为他提供了参加国际大赛的机会 领导的关心和指导 让他在训练和比赛中有了明确的方向 而教练则是他在日常训练和比赛中的引路人 每一个训练计划 每一次战术指导都凝聚着教练的心绪 正是这些全方位的支持 让林诗洞能够在国际赛场上不断成长 林诗洞也提到了巴黎奥运会后的自己 这次大赛对于他来说 是在巴黎奥运会后的又一次重要历练 他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无论是在技术层面还是心理层面都有了新的收获 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人生越来越痛苦 但是经过这个痛苦以后也会感谢现在的自己 五天之前大头王储钦被卡尔伯格以0比3的成绩打败 最终遗憾退场 在采访中他无奈地表达了这样的感慨 曾经他在比赛中屡获殊荣 一次赛事便夺得多个冠军 然而时至今日他甚至难以进入决赛 许多球迷感到落差巨大 对他个人而言压力也在不断增大 自从八月份奥运会以来 他的成绩确实出现了下滑 在9月份的首场比赛中 他不幸输给了队友林诗栋 因此未能晋级半决赛 紧接着在WTT中国大满贯赛事中 未能成功晋级32强 在亚锦赛上 尽管他竭尽全力 却未能击败韩国选手 再次遭遇了失利 在经历了几场连续的失利后 他决定退出后续的比赛 直到这次法兰克福冠军赛 他方才重新登场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最终结果并不理想 这导致许多网友 对相关内容进行了批评 有人说他太骄傲 有人说他不认真 但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 这其实很正常 无论是对于运动员 还是对于任何人 都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低谷时期 竞技体育中 无人能够持续保持不败 因此 无论是运动员本人 还是广大网友 最关键的是保持心态平和 相信大头必将再次创造辉煌 当王储钦遇到挑战之际 林诗栋 这位年轻选手的展露头角 为我国乒乓球 带来了新的希望 我们应认识到 两者之间并无绝对的好坏之分 而是看谁更适合谁 谁能在谁的基础上 做得更好 对于我国女子乒乓球运动员 陈梦 王曼玉 王毅迪而言 情况亦然 他们代表个人 但更多的是代表一个集体 不应将他们置于对比之下 而应始终期待他们共同再创辉煌 对于运动员而言 时常保持谦逊和感恩的态度 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像林诗栋这样清楚表达 对支持者感激之情的运动员 在当今竞技场景中显得尤为珍贵 她不仅在比赛中展现了卓越的技术水准 更在心理素质与情商方面做出了示范 在各项赛事中 压力往往是运动员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学会管理自己的心理状态 安然面对外界的喧嚣与挑战 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门 通过林诗栋与王毅迪的表现 我们不难发现 年轻一代运动员的思维与心态 正在发生积极变化 他们不仅追求个人荣誉 更关注团队的重要性 懂得珍惜与他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 能够帮助他们在不断高强度 快节奏的竞争中 保持清晰的客观判断 从而更好地应对挑战 在当前体育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 运动员们的心理素质逐渐被重视 他们的表现也不再仅仅体现在技术的高低 能够洞悉比赛的真实内涵 理解胜利背后的支持力量 运动员才会在更为广阔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正如林诗栋所言 没有刘国梁 李笋和王浩的支持 小石头很难站上冠军领奖台 这样的反思让人不仅对自身的努力有所体会 更明白了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 众多支持者的重要性 未来的比赛中 期待看到更多像王毅迪与林诗栋这样的年轻运动员 他们不仅在记忆上不断突破 也带来了精神上的启迪 每一个运动员都有自己的故事 他们的旅程正如同每一场比赛 既有欢笑也有泪水 一场比赛的意义远不止于胜负 更多的是在于运动员在过程中成长与蜕变的旅程 通过不断的奋斗与努力 这些年轻的力量终将在中国乒乓球的舞台上 续写新的辉煌篇章 我们期待见证他们的每一次突破与进步 同时也将继续关注他们背后团队的默默付出 这不只是体育的魅力 更是人性流淌中的温暖与力量